COOL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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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Blog先 有期待嗎? 有期待的沒有期待是假的 三套加起來多少錢? 二十多萬 未算Sauce 算上Sauce 線材是假的 整套機大概五十萬左右 五十萬 今次今天在香港應該買到的廁所 那你情願去廁所還是聽到Hi-Fi 不要說這些 這些毛是軟毛 不會弄花 真的差很遠 好,搞定 不要了 這個腳真的很特殊 特殊的腳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國仁 歡迎來到feverSound.com 試的時間長,品牌很多人認識 而且這個型號也是順具代表性的 影片中也看到 就是YAMAHA 5000系列西裝 先要和大家說一點背景 其實YAMAHA 最近這兩年、三年 為了5000系列一步一步推出旗艦產品 首先是喇叭 NS5000 接著是最新的前後級 C5000 Pre-Amp M5000就是 Power-Amp 言歸正主,我們馬上來開箱 前後級 通理昨晚送來,已經放了索帶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它可能是新的 可能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僅要試 還要煲 好,拿回它 小心,很膩 OK,OK 很重用 幸好,好像不是新的 對,肯定不是新的 因為你看到那些 全開出來 都好一點 設計團隊的簡介 電池兩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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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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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三部机先跟大家讲讲前级C5000 前级这部是Full Analog 的两声度前级 它不同一般新的器材 又加解码又加什么加密 没有的 完完全全纯纯水水一部纯两声度前级 这部前级是Full Balance 无论Input Output 所有东西都是独立 左右正负上分开做放大 先开机壳 这部前级非常好看 因为作为一部纯两声道前级 它用的材料和报告 真是丰富得不得了 全机壳里面有一个黄酮机壳 做了双重机壳 有更好的屏蔽和避震 你看到它有两个火牛 两个火牛都是为左右声道分别供电 而且亦有一个很好的黄酮金属屏蔽 罩着它减少 漏池的影响 另外要讲就是左右声道那两块线路板 其实是安装在一块铝板 左边线路板就是安装在铝板上面 右边线路板就是安装在铝板下面 其实两块线路板 都是凌空地架在机箱中间位置 电容会看到Yamaha 特别向Nippon Cam 订制的 雷波电容 4,700mL 还有2,200mL、1,000mL 知知不同数值 无二线路方大方面 全Analog 砌出来 我找不到OpM 的存在 同一部日系机一样 它有相当丰富的config 首先Analog PO 有三组 两组RCA 立体声、RCA 输出 有一组是Balanced analog output External In 有两组 一组Balanced, 一组RCA 这组是被你用来玩AV Bypass 用的 RCA 输出有四组 一定够用的 其中有一组还有一组 立体声的Balanced input 有两组Line Level 另外最后那组是Fono 即是唱头放入 唱头的输入 唱头输入有一组是Balanced 另外一组是RCA 另外下面还有一个按键 就是Atunerator 就是万一你发现Input 太大 或者你要平衡Balanced 和RCA 的不同 Level 因为Balanced 比较大 即是比较厉害 如果要平衡的话 下面有个Path 载给你 可以减6dB 变成Balanced 和RCA 的 Level 可以做到 Perfect Match 《沉迷听着你再探色生命》 都可以做回自己 不要跟别人抄 别人痴 别人中国人 不要看死自己 《最阔的路在陈世远方》 另一边让我们快看后级M5000的机背 两组大型Binding Pose 跟一般日系确碰机一样 比你玩A、B、Speaker 通常只设置一组 输入很简单 一组是立体声Balanced In 另一组是立体声RCA In 另外这两部机的机脚 亦是做了金属的防震脚 我觉得它已经够用了 除非要再调整它的声音 或者想要厚润一点 它是有Bridge 的设计 它可以调摘 如果你要推出更加好力的话 它可以容许你将两份M 调摘成为一份 买多一部M5000 MonoBlock 这样玩 M5000 的面板很简单 给你调校A、B、Speaker 我这部也试过了 如果你只是播放一组 其实调校对就可以了 不会影响到音质 Input 有一个按钮给你调校 Balanced 和RCA 是可以来自两个不同的信源 一个是RCA 配置的声音 一个是Balanced 配置的声音 很漂亮的Analog 的标 Badlight 其实不是太光 所以在暗的情况下 去看这个Meter 其实是很舒服的 另外标板上的玻璃 首先是7mm 的厚 来自日本的招邮玻璃公司 用很漂亮的玻璃材料来做 所以这个标板 你会觉得它和一般的音响器材 上面的标板 就看上去是非常漂亮 是更加漂亮的 怪你过分美丽 与毒蛇狠狠哭吞彼此关系 你 舍 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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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启这个M5000 看看 里面 里面其实很简单 全对称 火牛下面做了一个 3mm 厚的黄铜底座做加固 火牛里面用一个小铁芯 拉出来的铜线 可以显着降低能量耗损 所以就更加有助低阻抗的设计 这部机器前级也是这部也是 很多接点都是用螺丝和线耳 为何这样做呢? 这种做法有助于减少接点和接点之间的阻抗 令到整个信号的传送更直接 以及更加少能量的损耗 要求高一点 压定输出功率 20Hz 至20kHz 8 音计算是100 瓦 4 音触200 瓦 桥接后 8 音计算是400 瓦 Damping Factor 理性 300 瓦 5 音计算是400 瓦 lla 音计算是400 AREA 这个ір祖 合成纤维 这个合成纤维是YAMAHA原创的 根据官方的网站说 蒙立合金器 双沉积涂陈发制成的材料 同时这种C-LON的物料 其实是拥有一种比美皮震膜的高速速度 所以三个单元加上的声音 都可以做得相当高速 还有一件事是一般其他喇叭从来都没有 就是高音、中音、低音 负责不同频段的单元 全部都是用同一种物料去做 所以令到不同频段的咸摺和表现的手法 都可以做得相当好 令到你听出来的声音 由低音到高音、超高音等等 都是一个很无逢的摺轨 听出来更接近真实的声音 另外一样要说的就是这个RS Chamber 这个RS Chamber 其实Yamaha申请专利设计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分别在中音和高音 后面做了一个很特殊的Chamber 一般来说 很多喇叭都会来中音 自己独立箱 高音便是自己独立箱 但箱内也要加很多吸音 主要是不想有太多声水下距震 造成阴险 但这个RS Chamber 是可以利用物理的方式 减低了伤身的下距震 for letter words riding throats anything go 就只是低音那部份 容积有65公斤 所以可以播放到一个 相当之具气势、具分量的低频出来 而箱内其实是满布支架 这个支架不是就这样撑出来的 是经过了电脑分析 三个单元要运作时候所产生的震动 而设计出来的机内支架 可以很有效地将喇叭在大音压时 造成双身震震受控制 至于双身的木材方面 就是用来自北海道的白横木 上升的木材和合乎环保的要求 另外一件事 也很值得说一下 亦是这个喇叭独有的 就是一个叫J管 这个J管的形状 因为整个J字 所以叫J管 以这个J管能够有效地 去抵消了喇叭箱体内的低频主播 同样地 以往的传统喇叭 一般都是在内面塞大量的吸音棉 但塞大量的吸音棉 都不能有效地将极低频的主播 消除大这个J管 就有这个效能了 都挺厉害的 木材就是北海道横木 箱面就是一个钢琴的Glossy Black 有哪个喇叭厂做钢琴的光面 是会拍得住或是好过一间真正的钢琴厂呢? 所以Yamaha NS5000 的喇叭面 就是跟Yamaha 的钢琴是一样的吸数 分音器就快点说了 主要是用上德国制造的Mundorf M-CAP 26Hz 至40kHz 然后灵敏度是88dB OK 压定左抗6音 然后分频电分别 设置在750Hz 和4.5kHz 里 喇叭的重量是35kHz 大概是75-6磅左右 好了,真的不是说笑 讲SPEG 也讲到够钟 我们诈诈 诈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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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讲声 否则不太长了 看这个影片 它是有一个GENT STAGE 给你教设的 分别是0,6-6,12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在试这部机有时发觉 它的前级的放大 镜子是推得挺高的 如果是平衡又是零 dB 的话 很大机会你会觉得声音比较粗一些 和猛烈一些 当然如果你听的环境是很大的话 就完全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听的环境是正常小的话 你就会觉得声音太慢和太粗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将镜子减六 甚至乎减十二 因为这一样东西就关乎能量感 这就不关乎你的窩心控制的事 好了, 说一下声音 我这次试这一套机 其实是全套用了瑞典Android 龙夫线 来夹 不用怎么组织 因为事实上的喇叭 中高音的扩散 都做得相当均匀 整套机出的表现平均地 的确是比起你夹其他机 来得更加讨好和全面 是非常之高密度 这个高密度是夹杂着极度大的动态 微动态 细节 第二个音响 声音的速度 你几乎可以想到一些 比较挑剔的音响要求 它都可以达到 而另外还有一件事很想说的 就是这个喇叭 看上去就是很传统的样子 正正方方 长方形的box 但是很少双声 喇叭是更加容易做得隐形 很难像一些小喇叭 这样脱双得这么漂亮 但是它是可以做得脱双得很漂亮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地方 但是那时候有的气势 它当然有 要做到一些事定位很准 它都一样可以做到 简单来说 它依然保持一个Studio Monitor 应该有一个特色就是 绝对地中性 或者是尽量地中性 而且声音里的细节表达 是非常极致的 你可以听得很清楚 你的录音内容是什么 是说的是真的听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有录音室 是会用这对喇叭来做 Ming Studio Monitor 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绝对正常和合理的 当然Studio 要够大和有钱 这一套是绝对正常和合理的 刚才我说的喇叭出到来的声音 其实也有很大的部分 是来自前后级的声音 这一套充满着铁听风味 以及极高密度、极高速度 拥有大纳、大系统的气势 但是又可以做到这么优势的系统 的确是彰显到Yamaha 这个这么久的品牌 以及一个这么贪心的品牌 因为其实Yamaha有很多东西出的 车也有,乐器也有,音响也有 很多很多东西 连木桐第一也有关他们的 品牌展示它自己在两声道音响系统的实力 这个绝对是一个示范作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Yamaha C5000 前级 M5000 后级和 NS5000 喇叭 旗舰系统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发片的朋友,请点赞我们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旁边的小铃 有新片出来,你们会经常收通知 好,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就是未来还会有它的终极的 5000系列最后一元 GT5000 黑球长盘 盘鼻头一套 这些贵价产品 我不是经常能试的 希望下次来不久都试试多些 有空可以听听好东西都是好事 好,再见,拜拜